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动物与植物结成相互依存的伙伴关系 美丽的花园里正在演绎生命的传奇 五颜六色的鲜花散发着醉人的芳香 各种活泼可爱的动物穿梭其中 美丽的花园里一派迷人的田园景色 然而花园里有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大自然不会遵循人类的规则 我们对花园里发生的事情也知之甚少 许多花园里的动物隐藏在灌木丛和矮树丛中 过着隐蔽而又神秘的生活 中夏时节 红笋的巢中的幼鸟已经长大 可以离巢了 它们还要进行一番练习 才能像妈妈那样自由地飞行 红笋妈妈突然向下俯冲 鼓励幼鸟们跟上 但这些幼鸟好像还在犹豫 红笋妈妈只好放弃教学 带着早餐回到朝中 或许过一会儿 幼鸟们就愿意练习了 在炎热的夏季 花园依然是一片绿洲 园中有专门的供水系统 植物很少缺水 它们会受到园兵的精心呵护 这种独一无二的人工栖息地 是专门为植物修造的疗养地 在自然界是找不到的 在这里 园丁们把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 组合在一起并列栽培 不过这些五颜六色的花朵 不仅仅是让人们欣赏 实际上 这是为植物的繁殖 而设计的复杂结构 向日葵的花 是由许多独立的小花组成 边缘的花板长而鲜艳 吸引着过往的昆虫 中间的小花含有花粉和花蜜 最终结成葵花籽 也就是它的种子 其他许多植物 比如菊花和白日菊 也会开出由许多小花 组成的一朵大花 边缘的大花瓣 没有繁殖能力 它们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吸引昆虫来传坟 大栗花显得最为富丽堂皇 花朵的形状和颜色 千奇百艳 令人上心悦目 经过人们几百年的培育 大栗花从一种小而朴素的花 变成了绚丽的花朵 精美的大栗花 吸引了人们的眼球 这些柔软的花朵 让另一种生物 味蕾大开 阔鱼是圆钉的头号敌人 它们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 大口地啃食 这些可爱的花朵 对于许多圆钉来说 伤害它们精心栽培的植物 就是召唤它们投入战斗 对那些混进来的杂草 要准确地斩草除根 然而许多园钉并不知道 灌木丛中隐藏着秘密的盟友 温暖而又潮湿的温室 非常适合种植各种蔬菜 这样的环境也吸引了一群造纸湖风 它们在玻璃顶棚上筑巢 当室内温度升高 湖风感到难受时 公风就会快速扇动翅膀来降温 其他的湖风则去找水 它们就像小小的水弹 在体内灌满了水 然后再带回蜂巢 带回的清凉饮料 要和这个群体的所有成员一同分享 这个绿色小球是菜青虫 湖风把它嚼碎给幼虫为食 湖风有助于控制花园害虫 一群湖风在一个季节可以消灭五百只害虫 这只秘密的盟军通常被忽视 也很少得到赏识 我们不仅不感谢它们 反而会捣毁它们的潮 无数之客往往不招人喜欢 有的植物似乎不像其他植物 那么受欢迎 比如我们常见的前马 前马就是其中之一 前马通常被人们当作一种无用的杂草 但是许多飞蛾和蝴蝶却离不开前马 因为它们为这些幼虫提供了有价值的食物 一些动物的幼虫只吃前马 而且它们不怕前马的蛇毛 事实上这些蛇毛有助于阻拦捕食者 甚至浑身带刺的刺猬 也会在前马的叶片中寻找掩护 这里几乎不会受到掠食者的追捕 这种毒素让人或动物感到不舒服 但是却为幼虫和刺猬提供了保护 到了黄昏 刺猬就会离开安全的藏身之所 它有急事要办 它已经嗅到了雌性的气味 它围着雌性刺猬转圈 表明自己的意图 这种求偶舞蹈会持续几个小时 雌性刺猬终于接受了它 它们在前马丛中结合 在它们周围 前马夹蝶的幼虫正在忙着吃前马叶 这种多次的植物提供了很好的保护 它们可以就近在叶片上化用 这种奇特而又漂亮的结构叫做蝶蛹 我们几乎看不到永的内部 正在进行脱胎换骨的变态 过了两周之后 终于揭开了谜底 一只完全成型的蝴蝶出现了 蝴蝶羽化后 要把翅膀梳展开来 并将液体注入翅膀的脉管 原本分成两半的口气 需要融合在一起 幽虹甲蝶也将破茧而出 前马甲蝶和幽虹甲蝶 直接飞向醉鱼草的花朵 为自己补充能量 醉鱼草又被称为蝴蝶树 因为它富含花蜜 像磁铁一样 吸引着夏季最常见的访客 不过这种吸食花蜜的昆虫 不是蝴蝶 它是一种鹅子 它在空中盘旋觅食 有时会被误认为是蜂鸟 其实它的学名叫做 小豆常会天鹅 生长在野外的布朗忍冬 需要蜂鸟来收坟 但是在这座欧洲花园里 因为没有蜂鸟收坟 所以它不会结果 花园里生活着各种奇异的动物 像跳猪这样的小动物 往往被忽视 跳猪势力敏锐 能够准确地把握跳跃的距离 跳猪借助一根蛛丝 可以稳定地降落 把握着陆的速度 但是如果一只雄性跳猪 落入另一只雄性的底盘 尤其是身边出现雌性跳猪的时候 就会变得很糟糕 有时唯一的出炉 就是跳下去 留之大吉 夏天 花园里一片繁忙 动物和植物都在繁殖后代 野玫瑰吸引了许多昆虫 蜜蜂菜及花蜜和花粉 喂养它们的后代 它们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 不经意地为植物收坟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访客都有帮助 这只大个头的金花 金龟直奔柔软的花瓣而来 要把这朵花全部吃掉 但是它对植物却没有任何回报 野玫瑰为昆虫提供充足的食物 而它们的近亲月季是人工培育的观赏性花卉 只含有少量的花粉或花蜜 尽管如此 有些昆虫还是从人工栽培的月季化中成功地吸取了营养 这种牙虫叫做强威肠管牙 它们用锋利的口气榨入柔软的花梗 吸取植物的枝叶 危害植物的生命 幸运的是帮手就在眼前 它就是瓢虫 它们看起来很可爱 却是凶猛的捕食者 一只瓢虫在一个夏季 就能吃掉近一万只牙虫 它们无疑是园丁最好的帮手 玫瑰是爱情和美丽的象征 几千年来一直深受人们喜爱 如今仍然受到园丁的欢迎 许多人把宁静的花园当作世外桃源 这里可以让我们远离世间的喧嚣纷繁 回归大自然的怀抱 观察四季的变化 照料植物 培育幼苗 让我们获得意外的乐趣和精神寄托 在这里我们可以随意塑造 和设计一片属于自己的乐园 到了盛夏时节 园丁的辛勤劳动开始有了结果 番茄是我们最常见的果园蔬菜之一 它起源于墨西哥 两千多年前 阿兹特克人喜欢吃这种酸甜味的果实 他们把番茄叫做西红柿 如今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种植和食用番茄 它是我们餐桌上的一道主菜 由于味道鲜美受到人们的喜爱 花园中的一种动物 鬼脸天鹅的幼虫也喜欢番茄 但它不吃番茄的红色果实 而是吃番茄的叶子 天鹅幼虫长大后 跟人的手指一样粗 它会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 钻入地下 在地洞里变成蛹 再过一个月 它就会酸出褐色碱壳 变成蛾子 其他昆虫也在菜地里享受大餐 蜜蜂被一些黄色的大花朵卸而来 花棺里布还有花蜜 这些植物用花作诱饵 也用昆虫来为它们授粉 确保它们在几周之内 长出又大又圆的南瓜 菜园种植的大部分瓜果 都会进入我们的厨房 有些还会当作垃圾扔到户外 在许多家庭中 它们最终被堆放在花园 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变成堆肥 然而 一个我们看不见的 色彩丰富的生物群落 正在茁壮生长 充足的食物不会浪费 小动物有了更多的选择 大黄蜂是堆肥上最大的捕食者 但它们很少对人构成威胁 曾经有一种传说 被大黄蜂遮咬会让人致命 其实 大黄蜂遮人的程度 与蜜蜂差不多 这些大黄蜂 是为残余的水果而来 大黄蜂还会捕食其他的昆虫 它们的个头比大多数昆虫都要大 因此占尽了优势 狐蜂的个头太小 被大黄蜂咬一下 就失去了反抗能力 不过大黄蜂不是自己享用 它要把猎物带回蜂巢 大黄蜂通常在空心的树干中筑巢 但是由于空心树干太少 这个蜂群搬进了一个空鸟巢里 凯旋而归的公蜂 受到了族群成员的欢迎 它把一份稍加咀嚼的食物 交给了另一只公蜂 这只雌蜂是保育员 它把食物带进育儿室 这些幼虫可以吃到营养丰富的昆虫酱了 这个蜂群有五百只公蜂 但是到夏季快要结束的时候 公蜂的数量可能会增长一倍 其他的公蜂正在忙着修补蜂巢 他们把木屑和唾叶混合在一起 筑成新的阁墙 整个蜂群的成员都在滋滋不倦地工作 为蜂巢运送食物和建筑材料 花园里回荡着荒芜欢快的叫声 堆肥里来了一位不素质客 牧春时节 一条水油蛇在一堆腐烂的蔬菜中产卵 现在小蛇要孵化出壳 堆肥里出现一窝蛇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安 但水油蛇完全无毒 即便意外碰见 他们也不会咬人 新生的小蛇形状像如虫 比铅笔还要短 温暖而又潮湿的堆肥 非常适合孵乱 这些小蛇要爬出去 走向独立 真正的蠕虫常年生活在堆肥之中 花园里生活着二十至三十种不同的蠕虫 红蚯蚓是最常见的一种 它吃植物的残渣 并且把它们分解成更小的碎屑